近日,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起案件,裁定书显示,2019年7月4日20许,河南落合40多岁的闫某在公园闲逛,发现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路过,便打起了女子的坏主意,一路尾随女子到河堤附近。 突然,闫某上前一把将女子拖到绿化带中,强行发生性关系,但遭到女子强烈反抗。 闫某担心女子呼叫,用双手扼掐女子颈部,最终导致女子窒息死亡。 当日,闫某作案后又逃窜到许昌,在一家足疗店内和卖银与温某发生性关系,因闫某无钱支付嫖资,温某阻止她离开并表示要报警。 闫某气愤之下将温某摁倒在床上,采用五压口鼻,扼压颈部的手段致温某窒息死亡。 很快,闫某被警方抓获,最终因犯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。 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,强奸罪一般可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,但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,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 此外,闫某因麦淫与温某要报警,为阻止其报警,将其掐死的行为,处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,闫某又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。 对于故意杀人罪,刑法第232条,可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闫某一日之内连续实施严重暴力犯罪,是两名被害人死亡,主观恶性及社会危险性极大。 所犯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、军属罪行极其严重,两罪恕罪并罚,判处死刑合理合法。 最后,提醒女性出门在外,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,尽量结伴而行,远离偏僻地段,时刻保持警惕。